我们在巨大的风险面前 不管是好坏 我们都要学会用智慧 用常理去解决这些问题 而不要去硬拼 所以我们到了阿里 我们永不放弃 阿里所有的名字 背后都带着我们的使命 阿里巴巴为什么 阿里巴巴就是芝麻开门 让我们第一天就说过 要为所有的全世界的小企业 Open Sesame 淘宝就是让我们的买家和卖家 能够在网上进行淘宝 淘起来 对吧 支付宝就没有支付 那所有都行动不了 包括我们的菜鸟 我们相信在这个行业里面 我们永远是菜鸟 包括天猫 我们那时候想为什么是天猫 猫有九条命 我们输了再来过一次 还能扛下去 所以我那时候跟小艾志讲 我说我是反正要一定喜欢天猫 大家觉得天猫太吵了 但是我就天猫 现在换一个名字 大家很不适应 对吧 有的时候你说我们那个 滨江园区那个踏胖子 光屁股进来 大家多不适应 骂了三个月 现在你把他搬走 至少骂三年 我们的达摩院 达摩院 达摩不是自己武功高 达摩到中国来 到大陆来 主要的是把武功和义精 传给了所有的人 技术inclusive的责任 是把大家传给所有的人 来进行普度众生 蚂蚁精服 蚂蚁团结就是力量 但是蚂蚁本身就肩负着 成千上万的蚂蚁一般的企业 包括平头哥 阿里人身上 就是藏着一个平头哥 我们怕过谁 对不对 平头哥的精神 平头哥的精神 对未来 对强敌 我们毫无抗畏惧 勇往直前 这就是平头哥 我喜欢他说 在哪儿打架 你别告诉我对方是谁 对方有多少人 只要告诉我时间地点 我一定到 对吧 没有平头哥的精神 如何能够取得芯片的成功 你今天看看这些公司 你都瞎打了 平头哥就这么点大 敢于挑战狮子 敢于挑战猎豹 这就是平头哥的精神 阿里对未来各种危机 就是要平头哥的精神 阿里的校友会 你们就要有这样 但是带着一颗善良的心 带着使命 只有别人好 我才可能好 但是面对不公 不正 不平 我们觉得需要为小企业 去讲话 我们不管他是谁 我们必须要有平头哥精神 这就是我们今天 应该有的阿里人 永远要有的这些精神 铃视频APP等你下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